Hello大家好,欢迎来到老虎解说 我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做一个史上最长的稿子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普通稿 然后我们把普通稿放下,再放一根木棍 就会做出一个更长的稿子 可以看到这批普通的稿长了一个把手 然后我们还可以利用普通的稿子继续加木棍 就可以做出更长的稿子 然后我们利用任意长度的稿子 加上两个项目原木 就会合成最长长度的稿子 可以看到已经放不下我们的物品栏了 那么如果是钻石稿也可以用相同的办法来做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是把史上最长的稿子 然后我们来测试它的效果 首先是木稿,我们直接来挖一下 吓哟哟哟哟吓死了 可以看到挖了很长的一个隧道 然后是石稿 我们直接挖一下 哇 直接的话它就会默认的挖了方块 然后直接通向到里面 然后是铁稿 直接挖了深深的一个地洞 然后是钻石稿 直接我们走过去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钻石稿来加上各种附魔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加上效率 加上耐久 加上食欲 OK我们再来挖一下 看会不会发生很神奇的事情 哇 并没有挖到矿石 OK如果我们在钻石大陆来使用这个史上最长的稿子 哇 大量的钻石 然后我们又附了最高附魔等级的稿子 哇 钻石会更多 好爽啊 好吧 这就是一个史上最长稿子的一个数据包了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记得点赞观众评论 OK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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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